尽量是钢区的东西 好吧 因为咱那路大坡都下不去 别拉着箱子有一大堆 画面中 门头沟区牧城建社区的工作人员 正安排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近期 北京门头沟区遭遇历史罕见强降于天气 全区179条乡村公路严重受损 8月7日下午 记者跟随门头沟区组织的救援力量 向大台接到开进 计划将牧城建等社区 80余名居民送至临时安置点 我有两个社区 一个社区是牧城建社区 一个社区是千银台社区 牧城建社区现在准备撤离30人 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 而且供给都保持 但是现在是断水断电的情况 没有保持基础设施的一个保障 记者在牧城建社区看到 消防人员正将一名老人 搀扶至救援车上 其家人告诉记者 老人今年90岁 患有冠心病 救援人员只能搀扶老人 缓慢前行 我母亲今年90岁了 还有冠心病 他走道上来根本就无形 人人掺着一点点手 救济粮 救济面包什么的 水都给咱们继续送到了 老人没药 想尽一切办法 给各家经收集药 开始没到位的行 像社区聚会 街道啊 好多干部 那脚都肿了 泡的 我们相当感动 记者看到 虽然目前到牧城建社区的道路 已经全线抢通 但一路上仍然会有多处积水和踏防路段 有的地方 大树横梗 淤泥堆积 并有受损汽车堆积在河道上 经过近两小时的车程 居民到达军装镇安置点 90岁的田奶奶 回忆暴雨时刻时说 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雨 就是啊 我压根儿没看过这么大的水 这村子多少村子都给淹了 我来到牧城建70年了 没经住过这么大的雨 这心情 你要说好受啊 不好受 没水吃了不得完 没量吃了不完 地区的干部 叫我们都举着一块肚 给我们弄饭吃 飞机给我们送点心 面包 放圈水 这人都护着我们 到时候下来都不好走 好个人掺着我也怕不灾了 同样在安置点的梁先生告诉记者 洪水发生时 为了确认沐城建等社区居民是否安全 自己徒步了近30公里 从王平镇往返于门头沟山区 因为当时我就住在门头沟城区 然后呢 看到山里受这个山洪的影响之后呢 就觉得好多的亲朋好友都不放心 然后那会儿上面也是属于断水断电 然后断路 我就觉得我应该去走一趟 帮大家大家了解一些情况 我跟我的妹夫我俩 然后呢 开车开到了王平那一带 我们俩徒步 然后走了上去15公里 回来15公里 回来给大家报道平安 前一天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家人已经平安了 但是我觉得更多于在于就是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是这些在外的孩子想知道自己父母的平安 如果要单纯说为了我自己的话 我可能就不去上去 居民表示 眼下许多道路桥梁被冲毁 房屋倒塌 期待尽快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生这儿长这儿的 然后我们又从这儿工作 从这儿退休的 我们工作在这儿工作35年 重建家园呗 不管是多长时间呗 一块努力着呗 大家万众一心 团结一致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